OK 现在我们来示范一下 那个网络使用户验证 跟加募录的挂载这两段 那很多的同学在这地方 上课的时候不一定听得清楚 那所以那个 简介的前面的部分 我就不讲了 因为你们上课的时候都看过 所以这个就是在做动作的时候 希望能够让你看清楚一点 那使用者验证 如果是以本机为主的时候 我的用户全部都是以用户 都是以我现在自己的机器为主 好 你看 这里登记成为local accounts only 就是只有我自己的账号 所以当我现在 我用ID去看 我自己用ID去看 变大一点 用ID去看 guest 2001的时候 我是找不到这个人的 我等一下先给你看 NIS用户验证 NIS用户验证 是一种比较简单的验证方式 简单的说 它需要配合NIS伺服器 NIS伺服器的连线特性是 它不加密 它是明码的 所以传送资料的过程中 会被中间的人用风包截取或风包过滤的方式 把风包抓起来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改变我验证的方式 我把它改成NIS伺服器 这个东西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做过了 所以如果你在你的环境 有的学校 有的学校没有 在这个时候 你就看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是在示范给你看这样的状况 我的NIS网狱是 Not Example NIS伺服器是这个IP 你在加4 或者你在那边4 当然不行 为什么 因为你并没有架设NIS伺服器 那我测试环境里面有NIS伺服器 所以我这样写可以 然后呢 我确认下去 事实上确认的过程中 它就已经去连接 NIS伺服器 你可以看这个地方 VAR Log Messages 在Log里面 它就跟你说 它连接上NIS网狱 网狱名称是Not Example NIS伺服器 在这个后面 这边是反解之后的结果 于是我再搜寻Gest2001 你可以看到 人就上来了 这样就表示 你的主机 或现在我这台虚拟机 可以辨识 有一个人叫做Gest2001 可以辨识 而我想要知道 它跟NIS伺服器之间 是否可以传送 验证使用者所使用的密码 资讯 所以我们会用这个指令 我黑板上都写得很清楚 GET ENT PASSWD 使用者名称叫做 Gest2001 好你看 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 使用者的资讯 跟它验证用的密码 都可以透过网络送过来 因为密码可以被送过来 所以Gest2001 登入我这台电脑时 我就可以验证它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我会做给你看 我切到外面的终端机 用Gest2001 Enter 密码是PASSWORD 你可以看到 它就验证成功 好 那如果验证成功 你看 验证成功了 我进入了SHELL 我的身份 是Gest2001 可是因为我没有加目录 这个加目录的登记 是来自于何处 来自于 我先登出 来自于 由伺服器送过来的 加目录的位置 而我现在的这台电脑 我并没有这个加目录 在后目录里面 有Gest 这可能是被我改过的 我等下要清掉它 现在是没有的 它的Gest 里面没有这个东西 我可能之前做过其他的设定 所以呢 我要配合 我先把那个 AutoFS清掉 VI ETC Auto.master 这里 我把它针对Gest的这条记录去掉 去掉了 记得 你的AutoFS 要AutoFS Reload 你看 Reload之后 因为我清掉了这条记录 之前前面有的Gest 这个假目录 就消失了 它变成了一个 有东西的目录 你看 这个假目录 本来是零 零大小 现在变成有一个磁区 在这个时候 我进到Gest 里面就是一个正常的目录 我甚至可以凶狠一点 我把Gest目录给杀掉 RF Gest OK 所以这个时候 你看 我在后目录里面 完全没有Gest OK 那这个时候 没有问题 我回到我的家里 现在 另外一种 验证使用者的方式 或者是看这个使用者 是不是存在的方法 如果你是管理员 会很方便 SU- 后面加使用者名称 Gest2001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我还是一样切换成了 Gest2001的身份 这边有个Dash的意思是 用Shell另外开一个Shell 另外用这个Gest2001的身份 开一个新的Shell 登入这个新的用户 他一样跟你抱怨 没有加目录 因为本来就没有嘛 我们需要用那个AutoFS来加加目录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用Ctrl D登出去 从这里你可以看到 这是使用者验证的时候 已经有了网路验证的功能 只是我们的加目录的路径 没有办法配合 现在改回来 我们的Gest身份 在NIS伺服器的时候 有30个人 所以是Gest2001到Gest2030 我把这个使用者验证 改回Local的时候 注意看log 这个时候 好 改回去了 他就把YPBINE关掉了 这个时候 我问他 ID Gest2001 五郎某 没有人了 看不懂了 因为使用者验证的功能 已经切断了 接着再看 我们要看LDAP验证 所以当我把使用者验证 改成LDAP的时候 所以你们都应该看到这个画面 我跟你讲 1.使用者验证的资料库 来自于LDAP伺服器 2.LDAP搜寻的基础的 Distinguished Name 是用这个构成 这个构成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因为LDAP伺服器所在的位置 以及未来 如果你知道这是什么 意思是 你的LDAP伺服器 他所管的区域 我们只能讲这叫做区域 他所管的区域是什么 你登入的Distinguished Name 是在哪里 今天如果我们以 上课的环境来说 我们的LDAP伺服器 来自于是 instructor.example.com 那么他的搜寻的基础 Based Distinguished Name 就代表了你在公司的网域里面 所在的位置 你搜寻的基础是在哪里 dc等于example dc等于com 换句话说 如果有一天 有一台LDAP伺服器 叫做 LDAP.xyz.com .tw 那么你的LDAP伺服器长这样 他的公司的基础的搜寻的网域的位置 你就可以表现为 xyz.dc等于com dc等于tw 所以你的Based Search Distinguished Name 有可能会因为环境而改变 换句话说 当你看到LDAP伺服器的名称时 你事实上就可以透过这后面 去进行了解 或者是你看到当时当地的网管人员会跟你说 如果没有人跟你说 你就可以这样假设 所以这样假设基本上八九不离十 但是并不是每一次都是这样 不过 我们的环境跟上课的过程 并不会对这件事有例外的状况 所以如果有一天 我又给你LDAP伺服器 他的你所在的网域 或是你所在的地方 是 ttt.com.tw 那么你就可以说 他的基础搜寻的地方 表达的是 dc等于ttt.tw.dc等于com.tw.dc等于tw 这样子你会不会分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回来到这个地方 我并没有要改变我这个上课环境的状况 那我的LDAP伺服器 请记得 这个栏位就是现在老鼠指的这个栏位 它一定要用 DOMAIN NAME 就是你在写的时候不可以在这边写IP位置 你一定要用DOMAIN NAME 换句话说在这个之前 你必须对这个DOMAIN NAME确认一下 你的电脑是否可以把这边所指定的这个DOMAIN NAME 转换成为IP位置 所以就像你用host指令 在这个后面 检查它是否可以正确的把它解析成为这样的IP 你要是无法解析成这样的IP 你光这样写 就算你写对了也没用 为什么没用 因为你的主机并不能够把它解析成IP 所以老师那我说不就写IP就好 不行 现在这个地方 这个栏位就是一定要名字对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除了这样以外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LDAP验证是用加密的 所以你这个勾勾要勾 它是一个加密的连线 而在这个加密的环境里面 你需要把它的certificate 就是所谓的加密的凭证叫进来 加密的凭证又在何处 你可以从这里看 Linx 那我上课的时候 也都会把加密凭证所在的位置告诉你 0.254斜线pop 这就是我们加密凭证所在的地方 哪里有写错 这边写错了 好 你看在这里就会有一个Example CA cert 你使用这个Linx的程式的好处是 它可以直接让你指到这里 它的左下角就会出现一整条网址 按右键选择复制连结的网址 然后到这个地方来把网址用贴的贴上去 你就可以避免拼错字的风险 所以用这个方法可以很正确的把凭证抓回来 OK 这是一把使用者验证的资料库选择来自LDAP网域 用这个描述LDAP所在的范围 所查询的范围 第三个 你需要用Domain Address 用写名称的位置的方法 来表示LDAP伺服器 前面一定要写LDAP冒号两条斜线 第四 这边打勾 把凭证的位置路径写上去 最后你要指定 不是Curberos密码 是LDAP的密码 Apply下去 你可以看Log Log就会告诉你 它有个程式叫做SSSD启动了 这个SSSD就是我们LDAP伺服器的客户端 它跟我们刚刚的YPBIND不一样 YPBIND是连接NIS伺服器用的 这是SSSD是LDAP伺服器用的 既然连线上去 我们就可以测试 LDAP用户的名字叫 IDLDAPUSER1 看到 哎哟 没有评错 IDLDAPUSER1 它有没有 它有没有理由 它理由就是 无法启动TLS的加密 TLS的理由是 它的凭证的发出的日期有过期 请检查系统日期跟时间 我的系统日期时间 跟远端系统日期时间 它的状况是错的 我这边发现我的错误了 我的错误是 我的系统日期时间不对 所以我现在先不管 先收起来 我先把前面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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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目录的挂宅先帮你做完 所以跟上次一样 你看喔 在这个时候 我把使用者验证的方式改成了 NIS伺服器 好你看 你会看到YPBIN启动 SSSD关闭 关闭了 Shutdown 这个时候我们要查询的用户是刚刚的GEST2001 你可以看到它认得了 我们可以用GET ENT PASSWD GEST2001 你可以看到这样子 OK 好 我们现在就要做的就是加目录的部件 加目录被控制被设定成为这样 这是你不能改的 你只能配合人家 你只能配合人家 不是你要改变什么 而现在我们在后目录里面 缺乏了GESTUS目录 你看刚刚我之前把他杀了嘛 所以现在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的GESTUS目录 而这就是在虚假虚拟的目录的第一层 在假的虚照的目录的GESTUS目录里面 产生另外一个叫做使用者的加目录 这实际上挂载的对象是他 那我们的伺服器 分享挂载的状况 SHOMALT-1是什么呢 192.168.0.254 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伺服器把加目录分享的地方是在这里 他分享的对象是 0.0.0的直网的范围 那可见我们是可以这样做的 那使用者加入内容是什么呢 哇不知道啊 不知道我们就要去勘查一下 所以我们到了MNT目录 在这边随便弄一个 我们用挂载的挂载测试看看 MNT 192.168.0.254写冒号 写线 Home 写线 GESTUS 把它挂载到这边 县城的这个teacher上 挂上去了 你就进去看一下teacher 里面发现 所有的使用者的加目录 通通都在这里 那太好了 那我这些目录都长这样 我等一下 下面另外一段 我会把这个环境全部都改一次 再改一次给你看 在这个时候 我使用的目录 就是这边的GEST2001到GEST2030 原来它的路径是长这样的 它是进去以后 第一层里面就是GEST的目录 跟我们预期的完全一样 所以呢 我退出 我把它卸载 那么我在设AutoFS的时候 就是基本上的两个步骤 你们的笔记上面都通都有 所以我不用再做 先修改ETC AUTO.MASTER 在AUTO.MASTER的最后 加一行跟他说 第一层的虚拟目录是什么 是在哪里 是在HOME目录 所以等一下它会优先首先的 先假造一个HOME目录里面的GEST 目录出来 而你要跟AUTOFS说 所有跟HOME GEST 有目录底下有关的挂载设定 请参考ETC AUTO.GUESTS 这样子 这个答案是你假造的 是你做出来的 原本没有 那你要小心 你拼字的时候 所以我一定要拼对 没有要你一定要这个名字 重点是你在写设定档时 有没有对到证券的名称 然后存档 于是我就呼叫 我就做一个AUTO.GUESTS的档案 在这里就我们之前做过的登记记录 先把它杀掉 从头来一次 我现在想要做的是 GUESTS2001这个用户 所以我在这里所写的 就是虚拟目录里面的 第一个我要挂载的使用者的家 它的家是在HOME GUESTS目录底下 叫做GUESTS2001的目录 这是挂载的挂载点 接着你要描述挂载点要挂到哪里 后面这边所写的 192 168.0.254 冒号斜线 所以你要写清楚 它是HOME目录里面 The Guests目录里面 The Guests2001 这样写清楚 要不然 你的Gests2001该挂到哪里呢 它的标的物是什么呢 写好了 存档 重新启动 不是重新启动 因为这里有个bug 根本上告诉你 Service Service AutoFS Reload Reload之后 我们回到HOME目录去偷看 你可以看到 在这里出了一个Gests 本来没有自己身大小是零 虚拟的 于是我就可以测 SU-Gests Gests2001 Bong 加目录自动上来 你可以看到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HOME 假目录的 Gests目录里面的 Gests2001的挂载点 这样就成功了 这样子使用者就成功了 我登出 回去 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使用者挂载就成功了 我用Gests2001 密码PASSWORD 使用者可以验证 加目录也都有 退出 好 先这是这一段 这是NIS用户验证 我等一下把东西清一清 再看第二段 再看一次 我先把这个录影先关掉